继续呢 施亚如老师还要再为大家介绍一位 是台湾的作曲家 红千惠 对 我之所以很想要提到她是因为 当然她也是留法的作曲家 她也受到法国很多的一些 作曲的一些当代技巧的一些影响 那在我在得到 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ORF的奖项之后呢 他们就邀请我进去 做了一个 个人的特别节目 就三十分钟 然后就是在欧洲就放送出去 当时呢 她就希望我可以演奏一首 国人的首演的作品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红千惠作曲家 她就是有在做一个东方女人系列 对 然后她就 我就找到处找这个作曲家 有没有人可不可以 这么快这么短的时间 赶快帮我做一首曲子 让我可以在ORF这里首演 这样子 那她就说 好啊 正在写这个东方女人系列 那我想我让你演奏 王昭君 是 对 那这个很特别 我特别介绍一下 王昭君这首曲子 它总共就是有分 三个 大概三种情节 在同一首里面 它就是 一开始就是你必须有 它很特别 就是你在舞台上 你必须要走位 对 好特别哦 等于说一开始 跟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在幕后 真的是就是 她有跟我讲 如果当时要表演的话 你可能是要找一块布幕 或者是你就在 门打开 就是你要进入音乐厅 之前那个后台 然后你就吹这个音乐 这就好像有一点点 电影的一个倒序法一样 对 就是王昭君 他思念金王 然后出塞何番 然后这种情形 然后好像从这个影片的 末端的倒序回来 这样子 我觉得感受是这样 然后最后呢 他就是一开始就是 昭君出塞何番 一项背景的心情 然后他在 身在番邦思念中原的心情 然后混沌白羊墙 就是描写他的一生的故事 对 那这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会听到 一点马车的感觉 那第一个在幕后吹完之后呢 我就要马上走到第一个 就是幕后定位 第一个位置 在钢琴的右后方 然后第一个这个定位 我要站在那边吹 吹这个就是琵琶演奏玩意 我们这个琵琶的声音 不是真的琵琶 是用钢琴去拨弦 所以我们要把钢琴 盖整个打开来 最后一个 哇 等一下大家听的时候 我就一边跟大家解释说 这里是什么 那就有钢琴拨弦之后 我就要走到第一个位置 然后我吹了就是这个 昭君出塞何番的 理想背景的心情 出来了之后 你就会听到一些 慢慢的听到一些 类似像是 切分的一个 很不对称的一个节奏感 那是马蹄声吗 对 就是马蹄 然后有马车在赶路的 这种声音 这好难对哦 就是当初在吹的时候 刚刚进到这个谱的时候 我要对到那个修纸谱 是这个音质完全不能在一起 而且不能插太多的 然后它是一直这样子 没有对在一起的声音 对 所以这个是节奏感上面的 一个呈现马车 到 在行进 对 行进的那个感觉 然后它 然后我要走到第二个位置 然后试念君王 对 然后所以有一个 三连音的一个表现 然后很轻轻柔柔 高音的一个 我觉得很 有一点哀气啦 那我比较 在这首曲子里面 我需要有一点 特殊的一些技巧 要去示范 比如说像 哭泣的这个声音呢 好 那洪千惠老师呢 我们来示范一下 对 他就是写了 就是一些特殊的指法 我们可以看到 长笛哦 他比如说 这样咪 我们本来是 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用 一二三 就是左手的一二三 然后右手 AB再加舞 去创造 同样都是这样咪 这是哭泣的声音吗 对 那当然就是说 他去创造这个 同样都是这样咪 用不同的指法 就是说 左手一二三 然后右手加 两个装声音小剑 然后再换成这个 就是第四子 就是再加上去 就是他会有 音比较暗沉的声音 不同的音色 对对 然后他 当然音乐家自己 要去诠释 就是靠那个抖音的 一个表现 所以我在吹的时候呢 就是会加一点点 比较急促的一个 呼吸的表现 就是 这好像就是在 那个抽搐的空气 对就是因为其实他是 对 对我吹这首曲子的时候 等一下还有魂断百扬墙 他的魂的声音都要出了 我吹这首曲子的时候 他还要有叹息 那怎么叹息呢 怎么叹息 对他就是 我们俊英姐应该可以看得到 这边 他是有一个三角形的 一个记号 然后有一个写低音 你要按这个低音的声 然后呢 你要怎么吹这个叹息的声音 你就是要把嘴巴整个盖住这个 长地的吹嘴片 然后舌头很 就是吐出去 吐舌 对把舌头 吐进去这个长地的吹嘴片 然后把吹嘴片盖完 好像那个抽水马桶吧 所以那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音响 就是你舌头要先 然后你把它放进去以后 然后 好像开瓶罐 好特别哦 对 对 然后要一个 这个也是叹息声 对叹息声 然后他再有点讲话的叹息声 那这个 这怎么吹的 是牙齿 牙齿 这我自己想的 他就 因为他也 他就画个三角形 然后现代记步法嘛 然后他就说 我这个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想要了他叹息的声音 那你看怎么吹 你就自己想这样 对 你看怎么吹 是这样子啊 对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要怎么吹 那我要怎么吹可以 好 然后他说要有点气声 有 有 红千惠有说要有点气声 然后我就想说 好 那我要怎么样 然后气声真的很清楚 音又很清楚 那我就把牙齿 稍微 合 合起来 但是 微微的张开 微微张开 那气 就是说我们一般吹牙齿 是不会合起来的 对 对 那等于说气是穿过这个牙齿 整个透出来的 所以你会 就是 我觉得这有点像在讲话 对 就是吐吐吐吐吐吐 然后可是你是 吐吐吐吐吐吐吐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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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牙齿这样子 对 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 然后呈现出就是 它比较 我觉得有点生气吧 就是 它其实内心是 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 很多情绪 对 然后 我们之后就是 混沌百洋桥之后 我要跑到第三个位置 是在钢琴的左边 就是舞台的右边 对 然后我要 我要等于说到那个位置 我走到那个位置之后呢 就要混沌百洋桥了 那要怎么混沌 对 它写了好多的 它写了好多的那个 双吐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 放的时候 我就一边跟大家讲 我想 我这样讲完 大家听这首王昭君 应该也就非常清楚了 你会觉得 黄庆慧女士 真的太厉害了 就是 这个 这个双吐在 在吹的时候 是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然后 一直换 换阴沉 然后最后呢 有一个 半音阶 一直冲冲冲 然后 长点最高音 然后他就也是画一个 画一个 三角 尖尖的 就这个 对 他就 啊 尖叫 尖叫 所以你要用长点 来放尖叫 对 对 我不知道这样吹 我怕那个 麦克风 等一下爆掉 因为 我是吹最高音的 咪 我退很后面 好了 对 一个 哇 对 就是 我不晓得 确实非常 劲儿维隆 对 麦克风爆掉 就是说 你这样一直跑 一直跑 然后最后就是 然后就 对 呐喊 对 反正你 你会觉得我整个弄完之后 我在练习这个 我觉得 隔壁你去应该觉得 这家有鬼吧 所以你在 演奏那个曲子的时候 那个情绪张力真的很大 我觉得我好像要死掉 就是从一开始到结束 其实我觉得 我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真的呼吸 因为他的 他的情绪张力太大 然后我把我自己想成王兆之 然后那个 那个胸口的那种 郁闷感 我才能够想象我要哭泣啊 然后我要叹息啊 然后 因为本来就是 王兆菌也是很美的女性 的胸 怀抱琵琶这样子 然后 这个 思念君王 也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 那 他这样一路冲冲冲到那里 混沌 白羊巧 只有混就来了 要听你混的声 所以这一首也算是一个 现代音乐的 现代音乐 表现的 对 但是 我觉得他最美的地方是 虽然用了现代音乐的技巧 但是音乐性很浓 然后 不是完全到那种 没有音的技朴法 所谓没有音的话 就是只有时间轴 然后只有想象 比如说给你看一个 坏掉的电脑 然后你就七七叉叉 然后你自己想说 我可能就是随便吹一个 之类的东西 你可能不是就是吹这样子 他是有很深的一个情感 对 所以这是刘发作曲家 红千惠的作品 所以他也是 就是在 我们前半段提到 那个印象乐派 也开启了这个 现代音乐的一个灵感 对 一定是有 这样子慢慢沉显一下 因为你看和声突破了 八度五度都解放了 然后之后呢 什么不能解放 通通可以嘛 所以就开始研究了很多的 现代机场 他最近才的来了 我想先请大家听听看 这个魂的声音 那这个基本上呢 在空中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 因为你看不到我的脸 所以你其实就可以想象 那个魂的声音 那他会比较远一点 所以我 因为他是在幕后吹 所以我就不接近 麦克风这么近 那我们试试看 就是听这个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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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觉得那个好像那个鬼魅的声音 而且有两个声音 你刚刚就是每一句 有三个声音 对 所以我现在要解释 就是说 第一个声音是你吹的 这个谱也是这样画 第一个是有音的 然后他画一条斜线 这条斜线 我刚刚就看不懂说 这要干嘛 这要干嘛 你要叫我做什么 那因为我在 我人在国外嘛 所以 对 然后我就要问他说 那你这是想要做什么 然后他说 你就往下唱 边吹边唱 这个我会 边吹边唱 我会 然后我说 但是我们通常边吹边唱 我们会是有唱另外一个音啦 然后变成是一个和声啦 或者是什么 那比较不会有 整个唱一个 鬼吼鬼吹 然后想说 我要怎样比较像 我要怎样比较像 我刚刚我有看到 你在摸你的手臂 是你说晚上练习 隔壁可能会抗议 对 好可怕 就是 就是我觉得说 这样我要怎样唱 比较像那个鬼啊 然后我就这么 每天就在 我分开练习 这是 当然 Rai Mi 这个长音不用练啦 那当然就是这个 长音我们不加抖音 会有一种 快要窒息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想啦 所以我完全没有使用任何抖音 这是一个声音 声线 就是Rai本身的音 然后往下唱都 嗚 的时候 一边吹嘛 然后就会变成这种声音 你是不是听到一个声音往上跑 对 那有一个是往下吗 对 一个唱的往下跑 洪庆慧就说 你吹就知道了啦 你吹就知道 你会有一个声音 自己往上跑 这样 洪庆慧老师也是 长笛家吗 他之前复修长笛 难怪 对 那他很厉害是 我的作品里面有 也有用挖洞底头 对 他把我们长笛弄坏掉 挖了两个洞 长笛头直接挖两个洞 对 然后那个挖洞底头 出来的效果 就像那个 就很像那个邦迪的声音 这样 对 那这个现代技巧 所以我觉得 我一定要推 一定要介绍它 是因为 这首曲子 真的让我 真的有很深的 突破 对 因为我必须要 把我自己 更融入 就是说我认为 音乐家 完全遵照 作曲家的一个 要求表现 其实就能够 呈现 作曲家的精神了